现在开始进行证件发表号次抽签 五党集出亲验 国民党正式为与民进党余天 三位候选人依报到顺序进行抽签 决定证件发表的号次 虽然气氛严肃 但大家都有备而来 各个气定神弦 新北市第三选区立委补选 公办电视证件发表会 选委会特别选在全年有线电视 录影直播 率先发表证件的余天 认为他最大的证件 就是倾听民意 满足民意 未来一定会勤跑基层 为民谋福利 让山中成为安全 安心 安居的三安城市 我最大的证件就是 倾听民意 然后满足民意 一般反应的就是托育啊 这个小孩子的问题 治安的问题 还有譬如说 那个监视器的问题啊 东东现在已经都 有些都坏了 只有一个单位在处理 他们基层给我反应非常多了 紧接着由郑世伟发表证件 他除了系署过去担任议员 及卖菜囊的多项政绩 也表示未来会积极向中央 争取资源和经费 包括新北市欠缺的统筹分配税款 让地方经济拮据的问题 获得解决 针对于我过去对于 三重如洲所做的一些争取的一个建设 还有地方阴心阴格的一个事项 当然对于未来三重到中央 我们希望能民众所要的 这一个包括都更的一个部分 包括老人长照的部分 包括幼儿托育的问题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 新北市政府所欠缺中央给的 统筹分配税款 这场精彩的证件发表会 除了在全民有线电视03台 及YouTube直播外 也将于3月9日下午6点 在03台公用频道重播 欢迎视频朋友准时收看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罗伦宏采访报导